天氣越來越冠 也進入到玫瑰勝負的實質 驗到玫瑰港口來欣賞到玫瑰 再來品到玫瑰的香氣實在是相當的友情 今天一關文化館就叫 玫瑰市營村每年的一位齊人 齊齊還有十三和十四號人說兩位拜人禮拜 要在玫瑰港口的聽證中 推出到2018年 玫瑰漢禄文化的館公席 館長在玫瑰港口來欣賞到玫瑰省來踏青 欣賞到春天新開的玫瑰 日光一百玫瑰漢禄文化公共桌的華東 博客漢禄無垢的角色有兩大兩點 天下第一山海邊緣博古玫 博青天下第一大 用在境三公廚大鐵鍋料理 這未落後開博東港中島開鍋 會接三區的榜三家 鴻莫梯 鐵順 香菇 鐵俞 平安區泰保的齊利米 以及海區的三目魚丸 蝦子中間無垃圾 正在地實在 由未散六十年 老經嚴重破晒 五千安得捨 邀請大家作為品頌 加其的三間海味 一六二線 太平以東 整個山區的所有的地方都有很多很多的 從漢禄還有整個紫藤花祭到營火蟲祭到找茬去 到每個季節它都是非常非常的豐富的故事跟文化 所以我們整個一年從頭到尾都有不同的故事跟活動 所以最早開始的漢禄文化祭會從1月6號 7號 1月13號到14號 兩個週末我們都有路跑跟自行車 還有很多的歌唱的節目配合 那最重要呢 我們同時推出了很多的這個漢禄文化的一瓶鍋 這是可以達到今世世界紀錄的 把嘉義的山產跟海產做成三公尺長的一瓶鍋 就是我們古時候漢禄做人所吃的這個鹹煤 這個真的是很豐富 讓我們現代人人可以吃到我們從來沒有吃過的鹹煤 這個是非常精彩的 電話館表示 不算人文會水 有很多人驚嚴的經典 例如2011年最潮打卡的店太平分推 台瓶的合雄川 台灣敦洪酒骨燕子愛的蝙蝠洞 兩宮普普 滴興起步道 歷石水道頂 單台頂會期間 尤其可以先來感受 不可以漢禄文化觀光座 想每一會 平常天下第一 海陸故 聽音樂 看表演 生氣沈 買好累 太好勁 先想就來先蓋一關菜紅博的